印度近期可谓是焦头烂额 自曼尼普尔邦被印度吞并以来 民族分裂运动独立呼声不绝 各类反应活动此起彼伏 一直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和印度进行斗争 近期该州又爆发了一起民族宗教冲突 以导致至少两万人流离失所 那么冲突因何而起 曼尼普尔邦又能否实现独立呢 就让我们跟随视频一起去了解一下 观看的同时不要忘记点赞和关注 印度与曼尼普尔邦 印度位于南茨亚大陆 包括了印度本土和安达曼尼克巴群岛等岛屿 陆地总面积约为329万平方公里 它的陆地边界与巴基斯坦 尼普尔 布丹 孟加拉国和缅甸等国接壤 国土三面环海 海岸线长达7517公里 由于位于地震带和季风带 印度经常受到地震 洪水 旱灾和台风等自然灾害的影响 地震活动尤其频繁 特别是北部的喜马拉雅山区 新德里位于印度北部是该国的首都 印度曾是英国的殖民地 1947年开始独立 1950年才正式宣布建国 其境内有一百多个民族 语言可以达到两千多种 因此印度内部民族矛盾一直十分激烈 曼尼普尔邦位于印度的东北部 是由阿萨姆邦分裂而来 它与缅甸接壤 东南陵缅甸的萨金村 全邦的总面积约2.2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280万 全邦资源十分匮乏 其境内90%都是山区 经济至今都以农业与手工业为主 经济非常落后 而且当地也是印度毒品最泛滥的地区之一 其首府位于因帕尔市 也是该邦最大的城市 在古代 该州是由部落和王国组成的 其中最著名的是曼尼普尔王国 由曼尼普尔族统治 在19世纪中叶 英国逐渐征服曼尼普尔王国 强行将其纳入英属印度的管辖之下 英国殖民统治期间 曼尼普尔地区遭受了剥削和压迫 20世纪初 曼尼普尔地区出现了一些 反对英国统治的组织和抗议活动 其中最著名的是1939年爆发的曼尼普尔起义 然而曼尼普尔最终还是在1947年 印度独立后成为印度的一个邦 曼尼普尔邦爆发冲突 曼尼普尔是印度最混乱的地区之一 根据印度方面的数据 在1992年到2013年期间 该邦因为叛乱和独立活动 最少导致5000多人死亡 此次事件的导火索是当地主体民族梅太族 因为多次申请表列部落地位未果 甚至还受到了其他族群的强烈反对 反对者认为梅太族已经拥有了人口和政治上的优势 如果再获得表列部落的地位 那么这一福利政策就不再公平 而梅太族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 5月3日 梅太族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游行 并要求政府给予他们表列部落地位 游行队伍经过了楚拉昌浦县 这里是酷鸡族的主要居住地 一些酷鸡族人对游行队伍进行了阻拦和挑衅 双方发生了口角和推扫 随着双方火气越来越大 局势很快就彻底失控 有人开始使用石块 棍棒 刀具等武器进行攻击 有些激进分子纵火焚毁车辆 印度教设施也遭到攻击 大批基督教教堂也被复制一具 一些城镇村庄火光冲天 至少2万人被迫逃离家园 激烈的冲突已导致54人死亡 目前已经有包括55支军队和步枪队 被派往曼尼普尔邦 同时当地政府在5月4号下达了极端情况下 就地开枪的命令 另外还有14支军队和准军事部队处于待命状态 曼尼普尔邦的互联网服务 通讯服务也被政府切断 并强制疏散超过1.6万人群 据报道 在5日晚间曼尼普尔邦已经逐渐恢复平静 但此次冲突导致了当地农业 工业和服务业的停滞 损失更是高达约9.5亿人民币 曼尼普尔邦还能独立吗 自从曼尼普尔邦加入印度后 反对之声就源源不断 民众认为 历史上曼尼普尔一直是独立的王国 从不曾隶属于印度 国土避入印度是在威逼利诱下达成的 并没有进行全民公投 而且曼尼普尔的人种 语言文化和印度主体的民族大不相同 印度人主要是亚利安人和达罗匹图人 语言属于印欧语系 但曼尼普尔邦大部分人属于蒙古人种 语言属于藏棉语族 和印度本体语言文化大相径庭 对印度没有任何的相信力 但小编认为 曼尼普尔虽然存在独立倾向 如果没有大国的插手 短期之内是不可能从印度独立的 近年来 印度经济也在高速发展 实力也在不断增强 如今的印度完全有能力 维护自己的国土完整 从经济上看 2021年 印度的人均GDP约为2256.6美元 而曼尼普尔邦人均GDP 只有1000美元左右 而且印度也在不断加强 对曼尼普尔邦的管理 如今在此地也驻扎了各类军警 防止暴乱和冲突的蔓延 所以 只要强大的印度依旧存在 曼尼普尔独立的愿望 就不可能实现 对此 您怎么看 欢迎留言讨论